这节课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比特币的ETF啊 然后呢理讯一下普通人到底能不能买这个比特币的ETF啊 因为我们正常理解的就是它是大机构才行对吧 但其实听完这堂课你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买的 只不过难度系数对大陆的人来讲有点难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比特币ETF呢 它其实是跟我们最近比特币一直疯涨息息相关 因为今年比特币会涨 大家的预判是它在五月初四月底的时候它会减半 但是呢你看三月左右它就破了历史性高七万美金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的新闻或者说视频播出的分析 都知道它跟这个比特币ETF相关 为什么呢 现在比特币目前来讲一天能挖出900颗 但是呢美国通过的这个11只比特币ETF 他们每天的这个产买量买入量非常的夸张 它是当下每天挖出来的比特币的三倍 差不多他们会买接近3000颗一度 所以说这个比特币因为公息关系 对吧 你这个每天挖出来的量跟被买的量严重的失衡 所以它就一路的在涨了 这个很好理解 不以稀为贵 OK 那了解了这个前面的这个介绍 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比特币的ETF ETF呢全称的叫Exchange Trend Fund 可翻译为交易开放式指数基金 或者说交易所交易基金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 你可能记不住 那你直接就理解为 之前大家买比特币 必须要去到这个币安啊 火币啊 欧益啊 这样的交易所 或者说点对点的去一些气重性化的交易所 直接需要自己去买比特币 你自己买比特币需要干嘛 你需要其实要么放到交易所 对吧 要么就是你自己注册一个所谓的比特币钱包 有远钱包 有热钱包 对吧 硬件钱包 那涉及到钱包 你要管理什么 你要管理管理你的注记词 也就是私钥嘛 如果管理不好 像很多人啊 我之前听过一个大佬 他把他的这个注记词啊 截图放到了他的相册 然后后面损失了一千多万的啊 A9这样啊 A8A9这样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损失 OK 所以他就操作系数难度就比较大 很多人可能想买比特币 想买比特币 但是呢 他有一些担忧啊 一个就是说 那我自己掌管会不会安全 对吧 所谓的这个 看网上的新闻有很多 什么黑客攻击啊 黑客盗取啊 等等等等 包括我买了赚钱之后 我应该如何 对吧 把它变成法币 就是所谓的出金入金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个固理 操作门槛 或者资金安全 他一直可能就啊 想买 但是呢 没有行动 那这个比特币 ETF通过之后呢 本质上他就降低了这个财买成本啊 或者说降低了这些真正的投资者的这个心理担忧啊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利好 他才会让更多的钱进来 才导致了这个比特币一路向上涨 对不对 OK 那具体的话术来讲呢 就是比特币ETF是一种旨在跟踪比特币价格的金融产品 他可以使得投资者能够在传统的股票交易所购买和出售股票 这种受监管的投资途径呢 他就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方便快捷的方式 让他们没有顾虑的参与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投资 不需要直接管理数字资产 刚才我们提到 不需要你自己去保管什么注记词呀之内的 下载交易所呀之内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普通人能买比特币ETF吗 比特币ETF其实为投资者提供了比特币投资的机会 我们讲过你无需买家自己持有和存储比特币 你看存储是一个大问题 它其实就像黄金的ETF一样 它意味着普通投资者也可以轻松的持有比特币 有人帮我们去掌管嘛 对不对 现在所以说可以 普通人没有了解如何自己去保管比特币的普通投资者 他也可以涉及加密货币的一个投资 好吧 然后呢交易所购买比特币和通过的 通过比特币ETF购买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交易所购买比特币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放在交易所 其实我们是比较担心交易所会不会跑路 对吧 之前也发生过一些门头勾事件这样的坚守自盗啊 等等等等的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有这样的疑问 虽然我们说币安他们他很赚钱 对吧 全球最大的一个交易所 所以说他做的成本很高啊 因此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啊 发生问题的概率很小很小 但是始终还是会担忧 万亿呢 不怕一万就怕万亿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我放到钱包 我不放到交易所 那我会不会被偷 我会不会忘掉 对吧 有些人是被盗 有些人是后面记不住了 然后这个比特币就找不回来了 因为我们讲说比特币总量是2100万克 但实际上丢失的可能有两三百万克 第三个就是那在大陆对不对 那我赚钱了之后 我这个怎么把这个比特币卖掉 对不对 那你到时候收钱又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大家担心的这种出金 可能会被动卡啊之类的 所以有这样那样的一个缺点 那换成通过这个ETF去购买比特币呢 你就理解为相当于你用你的美元账户类的钱 相当于直接购买比特币啊 出金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从大的券上 对吧 可以把资金合规合法合理的转到自己的银行卡 你看他 他的通过一个是降低了操作门槛 最重要的是打销了信任的余力啊 因为资金的安全是大钱 或者说要很多有钱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交易所的这个缺点呢 刚好就是这个比特币ETF的一个优点 那整个们购买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链接啊 然后我们点开给大家看 叫这个ICL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点成翻译成中文 然后他这边就有介绍啊 ICL比特币信托 然后呢贝莱德啊 他其实是这个ICL是隶属于贝莱德的 然后呢你能看到他的这些一些介绍 对吧 主要的事实资金净资产多少 然后呢指示性一篮子 比特币数量流通股啊 金额啊等等 他有一些基础的一个信息啊 这个呢就是你要对你对这个美股券商 有一定的了解 反正大家知道啊 这个网站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好吧 那当然呢 他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就是他的一个价格的波动啊 等等等等啊 反正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他跟比特币资金的上涨有关系啊 第二个呢是理清 其实普通人除了自己直接买比特币之外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ETF来买的啊 他跟这个交易所买的一个区别 OK那目前啊都有哪些ETF发行机构呢 一共11只嘛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SEC通过的 那这个分别是这11家 然后呢这个被来的呢是比较知名的比较大的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灰度信托基金 OK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就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科普啊 毕竟这堂课不是啊 说直接交如何购买啊 OK 然后呢 我们因为经常听到这个ETF 以及他确实跟我们投资 决策息息相关 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含义 对吧 OK 掌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讲可能就够了